他的介面我都做給你了 那這一題各位應該做得出來 什麼樣的介面呢 你看 我們現在要讓各位 強迫自己 不管懂不懂 不用 用太多大腦去理解 你就用肌肉去理解他 那你就是做做做就對了 好那這時候你一定 會覺得很多人覺得我沒有起點 好那沒有起點沒關係我們給你一個起點 Bootrap我們上禮拜講 Jekry我們這禮拜講 其實雖然都只花了幾分鐘的時間講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用肌肉去學習 而不是用腦袋 所以講不是重點 要去做才是重點 那現在我們做了一個超醜的 記事本 這個什麼叫超醜的記事本來給各位看一下 超醜的記事本 夠醜吧 這個超醜的記事本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現在就打標題就是 就是譬如說Title 1 然後內文就內文1 儲存 好你可以看到他現在 這裡下面就多了一個 這個對不對 我再打一個Title2 然後內文2 再儲存 下面又多了一個這個 3 好我現在呢 打別的 好 OK這樣有四個文章了 你說這算是一個記事本嗎 算了 記事本 為什麼呢 你看 我現在呢 點Title1 他回去是不是剛剛那個Title1內文1 點Title2他是Title2內文2 點Title3 Title3內文3 點Hello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不是記事本是什麼 只是 界面太醜了你會覺得 他根本就不是記事本 問題是 人家還是個記事本 持人家沒有套用Bootstrap 那你就可以看到 套用Bootstrap之後 那個成就感有多大 從這裡 你把它變成一個美輪美幻的記事本 就跟Facebook一樣 你看這個 中間的落差有多大 好 那 這就是各位今天的作業 用Bootstrap 讓它變成豪華版 像Facebook一樣 好不好 如果做不到Facebook 就Bootstrap版的 留言版 好 那這裡我們有用了一些技術 我稍微 提示各位一下好了 因為雖然 說不要用腦袋 但是完全不懂也不行 這邊其實我沒有用 我沒有用這塊 我反而只用了 DOM裡面的東西 DOM就是 上次我們講過 HTML 變成文件的時候會變成一個物件的 樹狀結構 那個叫DOM 我只用了DOM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改成 JQuery 然後把JQuery引進來 Bootstrap引進來 這些可以改掉 沒關係 一開始不改也無所謂 你只要改介面 一開始都只要改介面 但是 他這邊有一個重點 他有用了一個叫做 Windows.local storage 的東西 那這是什麼東西 Windows.local storage 這就是 可以用來儲存 資料的 一個 類似字典的東西 而且 這個東西 你離開這個網頁 再回來的時候 它還會在 它存在哪裡 它存在你的瀏覽器裡面 所以這算不算網路程式 不算 為什麼 因為 你的訊息只能夠在這一台 看得到 在別人那一台是完全看不到 你回家用你 瀏覽器 你在這邊打的東西完全不見 因為 因為只有在這一台有 這個叫local storage 所以這個記事本基本上是不太能用的記事本 為什麼 沒有人會寫一個網頁記事本只能夠記在這一台 但是 local的app應用 不就需要這樣的東西 你不會希望說你記在自己私密的地方 結果被公開上網之類的 你不希望 所以 這有它的用途 用途 所以你去 去用這個 目前這個技術是最簡單的 window.local storage 就是這個 區域儲存體 我setitem就是把那一個 那一個 某一個 key 某一個 某一個 就是鎖影值 的內容設成這個文章 OK 那這個就是 標題 這個就是內容 我前面加noped的話 意思是說 希望不要跟別人的key重打 所以我加個noped 就不會 盡量不會跟別人的key重打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這裡有road document 這road document是做這件事情 這沒什麼 這只是 這只是那個 他的 他的載入的時候 要把標題和內容取出來而已 大概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OK 這裡 那 載入的時候他把標題和內容取出來而已 rode document rode document 那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一個 超連結 但是我們 沒有超連結內容 這個超連結是呼叫一個函數 好 大概這樣 那 不完全懂沒關係 先讓他變美 先讓他變美 OK 好 這是今天的 習題 好 這是今天的習題